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春秋时期齐国有名的奸臣 为了表示对齐恒宫的忠心 树雕狠心挥刀自宫 从而赢得了齐恒宫的信任和宠爱 甚至为了他不离后宫 广仲临终之前对齐恒宫说 树雕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 怎么可能忠君爱国 时间久了定会造反作乱 望君远离并罢免树雕 可齐恒宫不以为然 多年后齐恒宫病危 而树雕趁机作乱 不给齐恒宫饭菜 齐恒宫活活饿死 可惜当初没有听广仲的劝谏 临终后悔为时已晚 但树雕也没有好下场 后来被埋伏的士兵杀死 对于树雕挥刀自宫的做法 换成是你 你会这么做吗 欢迎大家关注我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